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那个强势要强的原因有道理你才可以去买 否则很容易犯了追高杀地的毛病 这个盘是一个整理区间 你要把握的一个操作策略是 几涨几跌反向操作 也就是说今天大盘盘中是不是跌了105点 今天几跌哦 有些股票是可以买进的哦 等到大盘哪天又几涨了 可以适度的做减码做加差 这我给你一个操作建议 好不好 如果还不想如何操作的 欢迎跟上我们这个脚步 因为整理盘高下立判 你会知道高手在哪里 这档成绩上礼拜三 基本面强不强 第二季营业力成长五成 出现一万九千多张的一个新天亮嘛 一亮先价型概念 他一定还有高点啊 既然还有高点 礼拜三要不要卡位 我买进的位置 10.07分告诉会员生机 融资低筹码稳 25.7买嘛 你是我会员10.07分 收到讯息挂25.7 可不可以成价 经过一分钟 10.08分股价在25.6 你自己对时对价 保证一定买得到啊 很OK吧 买完之后 当天 大涨9.5% 10.07分 到11点钟 一个钟头的一个位置 都在25.7 很好买 尾盘拉高 不是很幸福吗 所以整个一个神机 礼拜四 有没有来到27.4再创高 你有没有看到筹码很稳 融资水位在低档啊 所以买在上礼拜三的一个发动点之后 走高之后 有没有回档 上礼拜 回档了 我告诉你 早买一点 我没有看外大的后视 这是你看我节目 有价值地方 它跌下来 我告诉你 准备早买一点 所以你看我节目 有没有得到一定的一个价值跟售后感 你真的可以去比较一下 很多分析师每天只被分析 大涨 涨停盘的股票 来吸引你的目光 太简单了吧 涨停盘 大涨停盘 大涨股票 电脑 每天按按一定都有 但是 它有告诉你 它买在什么价位吗 或是这档股票 它未来卖在什么价位吗 它有没有跟我一样 拿出会领盘中讯息 来跟你对时对价 一档股票 完整的流程 要如何掌握 不是见涨 说涨 见跌 说跌的话 那没效 上礼拜我的一个神机 回档 我告诉你 早买点 今天霸盘盘中跌了105点 你敢不敢跟我早买点 你敢不敢跟我低接 今天 9点45分的神机 空手者称回档 26.3买 9点45分 神机股价几块钱 26.25 你自己对时对价 26.3 平盘以下 我大胆低接 当时候9点45分盘 是不是跌了100点左右 是不是急杀 急跌 早买一点 这目前整理盘 你要把握住了一个动作 所以礼拜 今天一个神机 平盘以下 一定买得到 随便让你买 只是看你敢不敢出手 微盘 收高26.8 所以整个盘中的动作 你要跟得很紧 不是等收完盘 才来分析神机的好 对上你拜 尤其这一根黑鸡棒 打下来 我是不是看好他的后事 我如果没有看好他的后事 我怎么会告诉你 回档找买点 那今天我们回档 回了 大盘急杀 出手 26.3低接神机 回档 拉高26.8 所以今天的神机 平盘以下就买 没有错吧 所以上礼拜五的预告动作 今天我会付诸行动 我会没有在平盘以下 做卡位的动作 继续对时对价 而且这个低接位置真的不错 因为尾盘真的收高 所以整个脉络 在目前台股 依然是狭幅区间的一个震荡 格局 操作难度真的有点高 所以你要跟着高手一起来动作 我是不是高手 你继续判断 只是说完整的股票操作的过程 不管是价差还是波段 我每一档都会给你带到 我是怎么带进带出的 这一档车王店 上礼拜四 我说这整理的一个形态刚突破 三四个月整理完毕了 现买是不是先供涨停 车王店做胎下监测器的 老同学很清楚 我在两年前 开始做胎下监测器的 不管车王店还是维生 我是每次的操作 是不是很顺利 所以这档股票 我很喜欢操作 只要进去就是要赚钱 上礼拜四 形态是不是突破 你跟我买的 有没有赚到12% 上礼拜四 9点25分嘛 45.7买 26分 45.6 你去对时对价 保证一定买得到啊 买完之后 是不是赚8% 亲爱的观众 我不是一档股票 涨停板才拿来分析它的好 那或是在掌停板 发生了 然后这边画个圈圈 说买最低哦 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 因为会员也在看我的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所以车王店 上礼拜四 就买在9点25分的 45.7 就买在这个位置 买了 哎 有没有赚8% 这边都在45.7让你买 尾盘才拉高耶 那不是很快乐吗 是不是买先攻掌停 接下来礼拜五的一个车王店 10点钟我先扒档 盘是在整理嘛 有价差 我要带给会员 这是灵活操作的 运用的策略 不要寄望 现在的一个整理盘 每档股票都三五成 如果你的脑筋硬邦邦 这个盘 你很容易抓股着笔 我的灵活操作 运用个股的量价筹码 帮会员抓高低点的波动 波动如果价差赚价差 波动如果是波段就赚波段 你要跟得很紧 我很怕你追高杀低 上礼拜五 车王店 你自己有没有去追高 我站在卖方 10点钟 51块半 当到价位51.6 有没有办法增加 你自己对是对价嘛 所以上礼拜五的一个车王店 这个卖点卖下去 你上礼拜四 45.7 有没有看到 这边45块半嘛 45.7是上礼拜四的一个买点嘛 买了是大概赚8% 没有错吧 这边到这边就8%嘛 那礼拜五又多了4%嘛 这样是不是12% 你自己可以算一下 把51块半 除以45.7 是不是12.6% 扣掉手续费 净赚超过一根掌停板 两个交易的时间 只是说 我为什么要把上礼拜五的卖点 一样让你看 因为我很担心 很多观众 礼拜四 看我买赤王店 买了拉涨停 你也会在场外 鼓掌叫好 礼拜四看完节目之后 礼拜五心动了 对不对 你也会进去 你也会去追 5 3块钱附近 这高点位置附近 你如果去追了 你当天大概套了7 8% 但是如果你在我旁边 你看到我发的讯息 是找卖点 是做执行卖出的动作 你会去追吗 你到尾盘看到车王店 回到平盘以下 你真的又会再一次鼓掌叫好 有价值资讯 我会把买点跟卖点 都让你知道 是不是这样 礼拜四怎么买车王店的 讯息让你看 礼拜五怎么卖车王店的 讯息一样跟你看 一样都跟你对时对价 这样一买一卖就是12% 两天12% 而且真的卖得很漂亮 因为卖完之后 回盘49.1平盘以下 所以两天12%落袋 快不快 所以这个盘 很多人觉得很难 因为你看不到 所谓的一个盘式 直接V型反转 我说过盘区间 那区间本来是9000到9200点 那现在下雨到8000到9000点 一样是区间 那策略没有改变 只是说你对每档 个股的量价筹码形态 有没有掌握很清楚 如果他给你是一个价差 那你就做价差 他给你是一个波段行情 你再做波段 不要死脑筋 要懂得灵活 所以礼拜五的一个车王店 卖在51.5 回盘杀下来 今天车王店又黑鸡棒了 又黑鸡棒了 亲爱的同朋友 你如果上礼拜五自己去买 52 53的到今为止 你大概损失了10% 有没有 今天平盘以下 但是如果上礼拜五 你跟我拔档的 车王店的一个区间 也就是说他的一个箱形 底部还在吧 还在吧 没有错吧 所以当车王店 我上礼拜五 卖在一个相对的 一个不错的高点 那今天达到47.8 我的想法 就是要怎么低接而已 你想不想用低接的方式 来创造 稳定的一个利润出来 如果你想跟 还要把握一下 短期的专案 把超盘心码带回去 配合着盘动工训 我说来跟我边赚边学 亲爱的老师 会做给你看 这张股票 上礼拜 你有没有看到融资 在低档 融资是被洗光光 不耐久盘 融资被洗光之后 拉出中长虹 当天我有跟你分析 外资在买 对 也就是说散户的一个筹码 流向外资 那外资持续大买 一定看到它的活势 所以礼拜二 黑K棒 间谍就买 礼拜一 礼拜二 我都在买这张股票 集团的机优性的个股 那上礼拜五 大盘是不是开高走低 这张股票来到波段高 它表现比大盘强 它表现是不是比大盘稳 对 你自己看一下嘛 大盘的一个架构 上礼拜五 开高走低 对 整理嘛 今天大盘指数呢 来到8928嘛 这张股票呢 从上礼拜五 表现比大盘稳健的一个格局 今天呢 下影线止跌 我今天告诉会员 平卖一下还是买 看好一档股票的后市 今天大盘盘中急跌 要跟我站在买帮 这我今天特别要告诉你一个操作经理 行情不会太难 难在你的弱势骨 有没有做一个积极 泰换的动作 这是第一阶段 我所提供给你一个操作经理 要懂得泰洛流强 就这样 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地震了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 请上台湾抗震网 阿菲特 阿菲特 任答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赢了27810909 27810909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咨询专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阿菲特 任答头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新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出家专线 平了27810909 27810909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触觉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添 享受着片刻的灵机 Choose your online 耳排气密床 出国旅游难免发生意外 要怎么准备才好呢 国外医疗费用贵桑桑 出国前最好选购适当的保险 日评险加买付加条款 保障多更多 长期出国或度假打工 要选对保险种类 并注意少奇 外交部驻外管处 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 但是没有办法帮忙支付 或带电医疗费用哦 朋友们出国前 记得选购合适的保险 让出国更安心 有备无患哦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今天的宏达电商股票 很明显的走落 好不好 今天破线 破线啊 破线 如果基本面有疑虑的 你就卖吧 好不好 弱势股千万不要流太久 流来流去真的会流成丑 宏达电 去年度整年度亏了18.79 今年度前半年亏了6.87 之前 VR这个短线的题材 让宏达电反弹了 让它反弹嘛 反弹之后 如果VR的一个基本面 没办法让宏达电的智慧型手机 起始回升 那这样股票 任何的反弹 我已经跟你讲过 还是正在卖方 我对VR的一个架构 占整个宏达电整体营收不到10% 这个基本面的看法 我以前就跟你论述过了 所以我认为 VR根本没办法让宏达电 手机部门的一个衰退情况之下 有任何所谓的一个拉拔交温的作用 拉不起来啦 因为宏达电的一个整体营收 主要呢 是智慧型手机 不是虚拟实境啦 所以整个一个宏达电 技术形态 今天既然破线嘛 那就卖 那就卖 所以前两天 新进会员 我看到你们手中有宏达电的 我今天 挖了一通讯息给你们 9点19分 新会员 你只有宏达电的 90亿以上就卖出 因为已经破线转落了 9点19分 你收到我讯息的时候 宏达电股价几块钱 92啊 头秒 你自己对时对价 今天宏达电 你听从我建议的 大概可以卖在92 尾盘呢 90.2啊 9点19分 只要卖是不是在92 我认为不对就是要卖 所以我们对新进会员的一个照顾 不是只带他们买新的一个标的 因为买新的标的 那本来就是应该做的 那对于你们手中持有的个股呢 我会帮你们做调整 这是我们对新进会员的一个责任啊 因为你既然会来找我 除了要掌握未来有价值的资讯 带给你利润之外 你手中的一个困扰 你那些负担的个股该怎么处理 我一样帮你做解决吗 资产要整套 要如何规划 对你未来行情的一个架构 可以掌握比较清楚的脉络 付诸在你一个操作实务过程当中 真的很重要啊 所以呢 你现在就有了持股 新进会员 我真的是很用心在带你们 因为我看到你们 有宏达店啊 因为五六日 参加会员还蛮多的嘛 那有宏达店的人 我看到了嘛 那要不要卖 有破线的一个迹象啊 转弱了嘛 九十二啊 你就赶快卖 对你就赶快卖 不然尾盘九零点二啊 会不会更低 这边已经形成一个 头部的一个反压 所以呢 有反弹还是要卖 这种弱智股 基本上又不理想的 不要去抢那个反弹 没有任何意义 基本面弱势的去抢反弹 抢了不成很容易重伤 其实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只是说人性的一个弱点 想说股价已经跌那么深了 万一哪一天它跌到八十以下嘛 你会觉得跌很深啊 就想说啊 跌那么深一定会反弹啊 没有错啊 会有反弹的契机 但这个反弹力道跟回升力道 一定不一样 你要做股票 是要买那种基本面 OK的 大度成长了 有机会带动股价回升的 你的风险会比较低 而博士记买那些基本面 很弱的 有地雷效应的弱势的股票 去抢那个反弹啊 有时候反弹只一滴滴而已 但它回挡修正的空间很大 那你为什么要拼那个反弹 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如果你手中 有像宏达店这样的一个基本面 不理想的 那形态又迫现了 该卖就卖 把弱势股换到强势股 这目前整理盘 我一再提醒你 你要做出来一个行动力 不晓鲁我转换的 交给我吧 我来帮你做执行 我来拉你一把推你一把 你比较会换啊 否则你也是大肯的啊 相公相信 等到宏达店哪一天真的跌破 80的 有宏达店的人 如果你在场外观赏的 没有跟我并肩作战的 你还是在那边看 所以我是会带会 卖股票的分析师啊 今天是这样啊 对吧 上礼拜五的一个测荒店 卖在五十一块半 最高五十三啊 我也没卖到最高点啊 但是五十一块半 所累积两天的报酬率十二% 那如果礼拜五我没有卖 今天的一个测荒店变四七点八 等于回到我上礼拜四 买点的位置附近了 我是不是又白做工了 但是上礼拜五我五十一块半有卖 打下来 诶 这样又差了快十%啊 那你高点有卖 下来 该怎么低接 你会不会低接 你想不想低接 如何几长几点反向操作 你会不会 如果看不懂 听不懂 跟着讯息 一起来边赚边学啊 短期专案我说过 对你负担不会太重 既然是短期 就是把不二价的一个长期价格压低嘛 会期缩短嘛 我要让你在一个短时间之内 看到一定的一个绩效 这是要边赚边学嘛 超盘心法带回去啦 彩色金装版耶 你如果收到我这本超盘心法 自己去看 彩色金装版的 彩色不是黑白的哦 你之前有可能参加过其他分析师 印给你都是办公室印出来的 所谓黑白讲义嘛 感觉 我们讲得比较适合 但我这是下重本的 下重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用铜板纸啊 铜板纸哦 彩色的哦 对 是不是很精美 看起来比较有质感嘛 内容当然很丰富 而且简单 艺学又好懂 你说到的一定是原装 因为我特别还把它 用塑胶膜包起来 宝宝里有看到 塑胶膜包起来的 一定是原装 有没有看到 没有拆封过的哦 所以我希望我给我们的会员 都是最好的东西 不管是这一本超盘心法 还是盘中的口讯 你好好地带着啊 保你保平安 什么叫趋吉避凶 该卖的位置我会卖 至于上礼拜六九点五卖嘛 没有错吧 两趟超过三成利润 对 第一趟二几趴嘛 第二趟将近十趴嘛 两趟是超过三成 卖在六九点五啊 我说他不会马上下来啦 卖在六十九块半嘛 至于今天六八点二啊 他是在高支带整理 没有错吧 只是说高点有卖 资金就不用卡在上面嘛 同志上礼拜二 五百 有没有卖 两趟的一个价差 超过三十三块钱嘛 还记得吗 今天同志剩几块钱 剩四百六耶 同意哦 上礼拜二的同志 五百我卖耶 有没有看到 我卖 如果我没有卖 今天的同志变四百六耶 我赚钱的绩效是变赔钱了 没有错吧 而且上礼拜二的一个同志 我卖掉之后 礼拜三还有五二五让你卖啊 如果你不跟着卖 今天剩四百六 真正 买行买高票 真正差有够多啊 所以整一个同志 五百卖掉 今天剩四百六 明天有机会出现买点 明天五天转折买点 一旦浮现 我一定会进场卡位 我先给你做预告 我的分析 希望跟你讲在前面 你当然会印证在后面 只说盘中那个讯息 不管是进还是出 希望你跟得很紧 你才不会两姑糟糕逼啊 这张股票 上礼拜四 我看到这么棒的基本面 今年前半年赚1.63 也没有赚赢去年整年度的1.02 基本面如此的大幅度成长 技术形态破底翻 它会强涨 未来长线架构 我已经画给你看了 所以上礼拜五 出现新天亮 我当然要再加码 这一根新天亮 不是几百张 也不是几千张 一样是一万多张的个股 庆龙老师的会员 这种股票 进去才好出来 所以上礼拜五 出现新天亮 一亮先价型概念 当然会再涨 我当然要再加码 新天亮股票 川普断高 大盘盘中跌了100多点 它尾盘收红 盘中涨了3.2% 来到波段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介绍的股票 是如此的基本面的优势 带动出来是一档股票 领先大盘走高 未来的一个波段行情 怎么样 自己掌握 该如何掌握 把握一下短期专案 边赚边学 给你负担 真的不会太重 把我的插盘新码带回去 配合着盘中勾训 一起来边赚边学 在短期的一个时间之内 你会看到一定的稳定的一个绩效 好 既把握 明天见 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巴菲特 巴菲特 运达特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登记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素质专线 名额27810909 27810909 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蔡老师脸书社团成立了 不能说的秘密 好康的资讯都在里面 立即上FB加入 或扫描QR Code 资讯专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阿菲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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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运达特顾蔡老师 运用巴菲特价值型策略 精选持股 稳健操作 是全市场最实在 最诚信的分析师 信任蔡老师 是您赚钱的开端 素质专线 022-27810909 27810909 台北市有限电视新选择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挑战台北市最低价 平均月付350元 立即享有 全数位高画质影音 高收视旅频道通通有 再送数位机上盒 现在就换 北都数位有限电视 0809 096 111 早尿身办更多优惠哦 当股市千变万化 当操盘千头万续 当机会千载难逢 昨日启用1000元 体验轰电了一个月 就算轰动时 找操盘秘籍及上课券 千言万语 这次只要1000元